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傳媒協會 告訴他們 就會改警察通例 就在警察通例裏面 傳媒代表的定義裏面 剔除了記者協會 和少年記者協會 會員證的這個身份 即是說不再承認 他們可以在示威現場 作為傳媒代表了 我認為這個做法 是變相的 是警察發牌制度 去規管傳媒的工作 而這個做法 是進一步侵害 香港的新聞自由 進一步妨礙記者 在前線的採訪工作的 今次的做法 正正就是 一個變相的發牌制度 而這個變相的發牌制度 甚至不是 沒有經過任何公眾的討論 也不是任何政策局的牽頭 也沒有諮詢過傳媒業界去做 由一個警察的部門 一個公共關係科 裡面甚至不是傳媒的人員 不是傳媒的身份 去發出一個發牌 和這個指引 其實那個做法是不合理 當然是由行外人 去管回行內人 將香港變成一個警察的城市 今次的修改 今次就把兩個 傳媒機構協會的證件 排除之外 日後警方都可以再用這個 同樣的方式去排除其他 他不喜歡 或者他認為政見和他立場 不一的組織 傳媒組織 他都可以再排除之外 所以香港就進一步 變成一個警察的城市 警察就可以用他的武力 警力付給他的公權力 去排除一些 他自己不喜歡的傳媒代表 這個做法是完全損害了新聞自由 將我們新聞的自由 再進一步倒退 我要指出 今次的客觀效果 其實就是令到很多的網媒 很多的公民記者 和很多的學生組織的記者媒體 是完全排除出去 但是往往 我們看一下過往一年的 是反修例 反送中運動 很重要的新聞片段畫面 是揭露了很多警暴 揭露了很多不公義的事情 正正就是來自網媒 正正就是來自公民記者 我舉例 在我日品 是做私人檢控 控告一位在西灣河 開槍警員的案件 正正就是一位網媒的片段 那個片段甚至可以去到裁判法院 被裁判法院的法官都接納成為可信的表面證供 的時候 警察偏偏就說 這種的記者 他們是會排除 他們是會阻礙 他們是不認可的 這個是完全是 果不通也是一百合來的 831 警察 是無差別地襲擊 香港市民 那些打人的畫面 正正都是公民記者 去做的 去揭露出來的 所以 那些畫面不重要嗎 那些不是公眾的知情權嗎 警察憑些甚麼 可以用自己的警權 用武力 用公權力 去將這些公民記者 將這些網媒 將這些學生組織排除呢 我們講新聞自由的價值的可貴 就是給到市民 是最大的公眾的知情權 而不是配合警方做事 所以 今次警方 只是在乎自己做事方不方便 只是在乎 可以怎樣用公權力去打壓自己 而不是真正的 是所謂的 說要配合傳媒的採訪工作 這些全部都是謊話 最後一點都重要的 基本法第27條 賦予香港市民 和我們香港社會 是有新聞自由 那這次 用了這個變相法牌的方式 去排除了部分傳媒 是不是還在符合我們 在基本法底下 我們的憲法 我們的法律底下 所說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呢 如果真的要對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 有限制的時候 這個是否在行政法裏面 法例的合比例的原則上面做得到呢 我相信是定法合法 所以我相信 這次警方修改這次警察通例 是很大機會會受到受影響的市民 傳媒的協會 或者是任何香港市民 在法律上面挑戰 可能用司法覆核的方式 是可以挑戰它 所以我希望呢 就是 警方 在林崖立馬 我亦都希望 除了警方之外 香港政府的高層 都要出來公開解釋 今次 是不是認可 是不是賦予警隊 一個篩選傳媒採訪的權力 是不是賦予警隊 一個可以任意排除一些他不喜歡 和他政見不同的媒體 所以將它排除在傳媒的門檻之外 警方和政府高層 都是要公開去解釋 剛才提西灣海那個 其實只是只有那間網媒 拍到開槍那一刻 其他傳媒 但是都是用回那段片 如果現在封殺了他們的時候 你覺得其實警方 最怕是甚麼呢 是嗎 我覺得警方 今次為何要封殺一些網媒 就是他很怕警暴 或者一些警察 犯錯的行為 失當的行為 是暴露魚在空氣之中 在傳媒之下 甚至被我們作為公民 拿去法庭去追究起訴 不要說法庭 就算去到警察投訴科 我提供這些片段 都是極之珍貴 是來保障我們市民的權利的片段 警方只是逃避自己公眾的目光 逃避自己的責任 所以 就用一些行政的措施 用警權來限制 採訪自由 這個做法我覺得是可恥的 自己就觀察了去年 特別是去年 去到今年 整年的 因為反修例的社會事件 引發的騷亂 和暴力的事件 很多時候我們都是看新聞 看到很多鏡頭 都真是那些執法的人員 和那些新聞的人員 有很多的衝突 或者是不必要的衝突 我們沒有辦法判斷的 坦白說 對於我們來說 我就認為這個時候 是所有相關的人士 其中可能包括新聞傳播界 是重拾市民信心的時候 因為大家都知道 經歷了這差不多一年的事件 年多 加上剛才我說的 可能2014年佔中之後 其實社會很撕裂 很多市民 也都對於很多所謂 聲稱是新聞記者的 是不是真是新聞記者 很多的懷疑 我們也都收到很多這些信函 我們都沒有辦法去解決的 因為不是我們可以去解決 他們只是想我們去表達 就是市民都希望 不會說 見到有些只有十多歲的人 他一走出來就可以說自己是記者 我們希望 新聞行業 是有回社會人士 一直認為的 對他們是非常之敬佩 亦都他們的影響力是非常之高 所以我們都希望 能夠有一些清晰的指引給大家 就是那些真的受過專業的訓練 以及無論在採訪的那種方式 以至到他專業的知識 亦都他來自的機構 都是能夠令到香港社會人士去信服 他們是真真正正的新聞的機構 我只可以回覆到這裡 因為我想社會人士對於曾經有一次 有一個小朋友 他彈出來說是記者 而大家就沒有反對的 有一部分人認為他就可以做記者 其實我們都挺詫異的 我們一直認為香港的新聞記者 應該全部都是受過專業訓練 又或者是在一些大家都認可的傳媒機構裏面 訓練過出來 那大家就放心 亦都不會有這樣的爭議 同時呢 亦都令到香港社會 能夠重拾對於新聞傳播界的信任 我認為是這樣 沒有問過記憶和涉及記憶 然後單方面就說 你們這些會員就不再全部代表 你覺不覺得這個做法是一個 你自己都做過記者 突然間他說 這兩個記憶和涉及涉及記憶 你都認識了 突然間說他們的會員就不再全部代表 你自己看一看 我呢 只可以說 我自己以前做的記者 都是一個很大的機構的英文報紙 人家就未必純粹看我這個人 而是信任我的機構 那所以我認為 大家其實應該還可以繼續有溝通的 為什麼會演變到今天呢 我不可以代表警方去回答 因為我都看到 的確社會大眾 也都在這些方面 有不同的要求 有很多是希望要嚴格一些 有些就覺得應該是疫情沒有限制的 那我覺得呢 會不會在雙方來講 找一個大家中間都可以接受的呢 那我覺得這個呢 我就交回給警方 和相關的專業團體 代表的團體去處理了 但是呢 想問一下 有關於那個 就是 陳先生說話 其實基本法有保證了通文字 那如果警方這樣繞過一個通例的話 會不會變相 其實都可能真的 都可能真的 都可能真的 都可能還不符合 幾乎會不會被司法符合呢 其實呢 我想 現在來講呢 任何的政策 任何的公共決定 如果有人不滿呢 都有機會去提出他們的訴訟 不過呢 香港的普通法呢 我認為已經越來越成熟 有好幾個非常爭議性的案件呢 其實法庭都訂立了一些很清晰的準則 譬如有關的行政部門 執法部門 他們訂了一些 可能約制到某一些人 他的那個所謂的 譬如說這一次 是包括一些聲稱是傳媒機構 採訪的空間的時候 那其實呢 就會考慮呢 有很多不同的因素的 其中一個叫做那個相稱性 那相稱性就是他做這件事 這些約束性的一些限制 會不會是可以達到他的那個預期 也都是不是已經平衡了社會的那個利益 還有呢 是不是一個合理和必要性的做法 那我覺得這些呢 其實已經有些很成熟的指引 那我自己呢 我認為呢 我是交回給負責的執法部門 是自己去處理了